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赞美主 现在西方也是进入了星期一 也就是2月6号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昨天以及前天看到的意象 以及听到的声音 那昨天说到的信息都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大多数的意象以及听到的声音 是从昨天也就是2月5号来的 那4号我只放了几个 因为4号也没有看到很多意象 而且我觉得5号的更重要 所以大家要记得远远的感恩 远远的走真一路 永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手 走到永恒 永远的爱神爱人 要记得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天父天子圣灵 而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 没有主耶稣就没有救恩 就不可能到父哪里去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 爱我们的上帝 存心 存心 存意 存立 爱我们的上帝 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 那主耶稣也吩咐我们 准备三件礼物 就是信心 爱 心与盼望 那谢谢Kelvin弟兄 每天把信息英语华语的 都uplog在YouTube里头 那神给我们的YouTube 叫做Perfect Trinity Blessing 所以要记得要介绍给亲戚朋友们 使他们有机会真正的准备好自己回家 那其实我有遇到一个姐妹 很年轻的姐妹 她有时候就送给我一些蒙福的人 然后她自己不准备 她觉得她认识了主耶稣的话 她每天有一点时间跟主在一起 那神我每天送给她信息 她也不真正去听 她准备每天 下一步 下个月要做什么 明年要做什么 一大堆 所以她认为她是蒙福的人 所以她不需要 不需要准备自己 她已经 已经 已经很丰富了 已经 很好了 因为她是蒙福的人 所以这种人 可以讲说 在圣经里头讲 这种人是骄傲的 是骄傲 所以今天呢 我们神给我们的信息 就是我们必须刚强 那刚强的人是怎样的呢 刚强的人就是 承认自己是软弱的 当我们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时候 我们就有追求上帝的心 那我们就成为了一个刚强的人 好 那 今天就是让大家听 于牧师跟大家讲 从软弱到刚强的两个 两个必须的步骤 所以好好的欣赏牧师跟大家分享了 然后呢 这首歌 你必刚强 那我就读圣经节一下好了 不一定神要我们 多知道 神在跟我们讲什么 当时已经 走过这个经文很多次了 但是这一次 因为昨天看到的一项 那就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讲 那就是神真的要我们准备好 那就是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 第七节到十一节 本来是第九节到十一 那我就从第七节读到十一节 那保罗说 为了死活 不至于因为所受的歧视 太大而之高 就是神给他很多歧视 就好像我们每一天看到很多异象 所以他说 因为他很多很多从神而来的秘密 给他知道 所以他很怕自己骄傲 对不对 所以就有一根刺在他身上 就好像我这样 眼睛真的给我很多麻烦 我的脚 我的手 我的整身 所以就知道 使我知道说 每一天都是靠主的恩典过日子 而且也很怕说 今天我得罪了神 我下一步就没有异象好看了 那怎样给大家有一个交代呢 所以我就认识了我的软弱 认识了我的软弱 我不能够靠着我自己 神给我很多异象看 是因为他的恩典 是因为我有责任的 是因为神 怎样讲 我来到世间做人 就是来荣耀神 我的工作一定要做完 这是我的人生 所以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干强的时候 你看为什么刚才你看 神就能够大大的使用我们 对不对 比如说使用利利了 就能够大大使用利利 因为利利知道 他的软弱没有神 他什么都没有 没有神 他是一个灵当的 好 那这边保罗讲的话 也是一样的 然后他说 就是有撒盪的抓 抓牙 给攻击我 他是讲到 属灵上的战争 免得我骄傲自大 那第八节 我曾经上次 祈求神 叫把这根刺 把他扒掉 离开我 当然这根刺 就是每天 访着他的困境 那当时 耶稣就对他说 我的恩典 足够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 在人的软弱上 更显得纯备 那主耶稣跟他讲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今天这首歌里面 也讲到恩典 因为主耶稣说 他的能力 在人的软弱上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就显得纯备 就有纯备的心 好像我这样 因为真的不能够 没有神 我跟我的子女是讲 你一定要放上帝第一 上帝是你的保障 上帝就是你的前途 上帝就是你的保险 保险就是你给你的子子孙孙 来亲近主 就是给你的子子孙孙 买保险 最好的保险就是 从神而来的 进入神的国度 所以呢 保罗说 我更喜欢夸张自己的牢牢 有没有 那有时候 有时候好像 我常常跟大家讲 我的牢牢之前 我也画了很多 对对对 我觉得我之前 应该做个更好的基督徒 对对 当时太失望了 对自己很失望 当时我们这是已经成为过去 我今天就要做比较 荣耀神的我 对不对 好 那讲到这位保罗说 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暖络 好让主耶稣的能力 基督的能力 能够来保护我 有没有 来庇护我 大家是不是 因为当我们承认自己是暖络的时候 OK 然后我们要靠着上帝的时候 那敌人就不能够接近我们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主耶稣的能力在保护着我们 当我们 怎样讲 上帝就是 真理真道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你不能够讲谎言 你也不能够把事情把它倒转 因为当你倒转的时候 敌人就能够攻击你 当你说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你不讲骗话 也不弄是非这种的 那敌人很害怕 因为神的荣耀在你身上 神的能力在你身上 所以他保护着你 好吗 天使围绕着你 所以我们一定要走正义路 那第十节 因此为了主耶稣的缘故 那保罗说 我心里面对 暖罗 就是我很开心的面对暖罗 我有暖罗 我要知道我自己的暖罗 然后当我知道我自己的暖罗的时候 我在属灵上 我就是刚强的 神就能够使用我 来荣耀他的名 使我的人生更有意义 然后保罗也想说 因此他受过很多污辱 受到很多避害 很多艰难 一定困苦 这些就是使他谦卑 有没有 我们在人生当中 不一定你以前的二十年 我是很 二十年里面 经过二十年的考验 这也是圣灵跟我保障的 跟我 怎样讲 confirm的 然后 圣灵跟我讲 我向他讨聪明智慧 讨了十六年 十六年的聪明智慧 因为 大概我讨聪明智慧 因为我经过很多很多的困境 那我有时候就觉得自己真的无能 真的无能 不知道怎样去面对 怎样去 偶尔呢 就怎样讲 事情就越弄得越来越糟 对不对 所以就向神讨聪明智慧 当讨聪明智慧 没有立刻给我答案 走了十六年 在艰苦当中 也我的艰苦不能够跟人家讲了 讲了 有谁能够了解呢 莉莉啊 你有商场好吃 你有书好教 大概 周尼就知道我一点点 其实我这个软络 只是其中一个 那就是你要做你我的知恶吗 当他也可怜他十几岁 就要听鼓鼓在跟他诉苦 有没有 哎呀 谢谢他啦 救你啊 所以呢 因为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也正是我们刚强的时候 所以大家要记得神的话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承认自己是无能的 承认自己是牢弱 没有主 就一切都没有 OK 没有主 今天不知道明天 OK 所以因为有主 我们就是刚强 所以当我们承认自己牢弱的时候 就是我们要追求神的时候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就是要更加的追求上帝 我们的主耶稣 阿们 好 请大家看journal page一下 就是下个月 3月17号18号 应该是回家的时间 然后以色列是安大 24日是华人的 是第一个2月26日 27日 现在华人是正月16日 那16 所以差不多40天 就是应该回家的时间 那请看第一那边 粉红色的都是昨天的 那橙色的就是前天的 所以前天的只放下 三个而已 其实我也得到不多 那一天 那昨天又得到很多 蛮多 也不是说到五十六十没有 OK 但是能够应付的 所以今天呢 就把这两天的放在一起 那请看第一 我是听到声音 说一个女的声音 听到她说 We need to take it warmly OK We need to take it warmly 然后呢 又再一次 听到圣灵的声音说 take it warmly 什么是warmly呢 warmly就是说 英语就是讲说 你要准备 你要准备 要准备 要准备好 就要发生的事情 要准备好 就要发生的事情 然后华语就是 热情的准备 热情的准备被提 热情的准备好 被提 有没有 所以呢 就是讲说 We need to take it take这个it呢 就是被提 warmly warmly 就是很热情的 去准备 不是说 哎呀 我很讨厌 丽丽每一天 咕咕啊 姨姨啊 每一天时间到 就要我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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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错了 你应该 不用咕咕 不用姨姨 去跟你讲 阿们在哪里 姨姨都不用去抬 你自然而然 就很快就阿们回来了 对不对 所以那才是热情的追求 主耶稣追求上帝 如果你等着姨姨 来问你的话 那就不对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 一定要追求 上帝在这个时候 是时间非常近了 我们应该是热情 热情 大家都知道热情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热情的 追求主耶稣 准备好自己 不要像有些人 就觉得说 我已经是蒙福的人 蒙福的人 哎呀 阿姨 你给我听的 我很讨厌 这么 你讲什么 一加二等于 伤伤又是 又什么什么 我不明白 那几年了 你听了几次了 你到今天还跟我讲 你一点都不知道 我在讲什么 那因为你没有听 OK 所以很多人呢 认为说 上帝看不到 就算上帝看得到 我是蒙福的人 他一定会原谅我 但是到最后呢 神跟我讲说 不用生给他了 OK 我看到神啊 之前有看到神 就是身体转 倒转 就是背后向着他 背后向着他 不再理他了 不再理他了 所以然后跟我讲 过了几个月之后 跟我讲说 不用生给他了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 自己是蒙福的人 就能够得寸进尺 就能够说 我已经蒙福了 我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 你何必来打扰我 所以大家如果今天 你还觉得 鱼骨骨 或者是朋友 这个莉莉 来打扰我的话 那希望你会知道说 时间很近了 现在一定要热情的追求 做主耶稣 才有这个背体的机会 要记得一百四十四千 人是很难的 很难的 几万个里面 只有一个而已 所以大家要很清楚 那你说莉莉 那不是不可能吗 什么没可能 谁一直跟我们讲 我们是可能的 神说可能 你说不可能 神说可能 你说不可能 那你就是跟神在造反 对不对 所以神说 结婚是一男一女 但是世人说 不是啊 也有两个男两个女的 有一个叫做daddy 有一个叫做papa ok 所以呢 整个世界都倒撞了 ok 好 那接下来 那你说 为什么牧师都没有谈到 末了啊 还是这些 因为牧师就好像 这个姐妹一样啊 我什么是蒙福的教会了 有些教会名叫蒙福 当是真正的蒙福吗 ok 有 上帝都有照顾 都有蒙福 当是准备好的有几个 你跟他讲 被提就要到了 哦 他就要 哎呀 不要跟我谈了 我已经听了很多次了 所以大家 真的 我也了解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 很难去跟人家讲 主耶稣就要来了 因为教会没有讲 教会都是说 我们是蒙福的人 被提的时候 我们自己自动自己会上去 这是大错特错的 好 接下来 我看到两个脸 第一个脸呢 是在8点07分 第二个呢 是下午3点45分 就 第一个 哇 他的脸很近很近很近我了 金色的背景 就是脸 那第二个呢 也是一个脸 然后我还记得 他的脸一清二楚 是比较瘦的脸 但是不善 根本就不是主耶稣 和有像有太族 他的头发是 有一点长 如果是男生这么长的话 应该是要去剪头发 那他的头发长的意思 就是说要上去 好不好 很多头发 黑色了 然后他的 蝴蝶 就是他的胡须 上面的胡须 是有一个好像傍圆形这样 傍圆形 所以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已经在头上了 那头上英语叫做head 那heading是什么 heading是向着 向着天国而去 那他的这个 蝴蝶就是胡须 是一个好像11点到12点 然后到1点 就是背体 是adal 以色列是adal adal 背体 进入新的开始 所以意思讲 我们已经到头上了 头上呢 有两粒眼睛 两粒眼睛 所以一个眼睛 现在在这个眼睛 就是左边的 然后下一个 就是右边 就是right inside 就是回家的时候了 好 那所以呢 在下面 11那边 有没有 11那边 我有看到有一个男生 很像 一位大学教授 然后呢 他戴着眼镜 圆圆的 圆圆的 圆圆的眼镜是代表 这个月 二月 然后另外一边眼镜 代表上月 然后他的嘴巴在讲话 嘴巴在讲话 在教书 在跟我们讲 讲什么呢 我看到一个字 就是陶 陶 陶上帝喜悦 陶上帝喜悦 陶呢 是有圆字盘 然后一个寸 圆字盘的话 就是说话 说 然后寸呢 就是三话而已 就是说 很近 很近了 然后全部加起来 这个陶呢 是十一话 十一话 就是背题 就是说 这位教授呢 在跟大家讲 就是从天国而来的教授 跟大家讲 一定要准备好了 时间很近 很近 很近了 被题的日子就要到了 好 接下来 那个background是环境的话 就是我们要进入一个环境时代 就是永恒的环境时代 那接下来是看到 星天星地走来 走过去 大家知道 我闭起眼睛就看到 闭起眼睛就看到 如果我在楼梯那边 没有灯的话 暗暗的话 我也会看到 没影境站大大 都会看到 那我是看到 有一个 有一个 curve 就是一个 坨线 curve 就是11点到12点到1点 跟刚才讲的一样样的 有一个curve在那边 通常是没有 好像我现在看到另外一段 是没有这个curve了 但是在那个时候 就有看到一个curve在那边 curve在那边 就是讲以色列的12月 被提进入新的开始 那我现在闭起眼睛 我都可以看到人在走路 还有草原上 今天我这样看过去的人 是不错 有好几个 有好几个 我曾经有看到车在那边驾过 我也有看到 有一对夫妇 跟一个小孩 给一个小孩 baby baby在那个prame里面 拉着这个baby坐 所以大家一定要准备好 大概这些 已经到另外一段 都是因为 他们车祸还是什么 他们是基督徒 他们连小孩子 baby都一家三个 就回家了 但是我们这一次 被提的就不一样 我们是有身体上去的 所以到另外一段 那谁有结婚的 也是被提的基督徒 所以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好 接下来是看到约 是粉红在东北的方向 写着约 写着纸 然后我就听到声音说 东北的方向 就是我要注意东北的方向 那东北的方向 有看到什么呢 我有看到水角 那水角呢 神的时候 拿着水角 很漂亮的水角 然后他弯弯的地方 就是四点到十点的单位 那立刻我就收到信息说 四点到十点 也就是四乘十 就是四十 就是说我们今天剩下四十天了 OK 三十九四十天 就是在哪一天 五号就是昨天的时候 好 接下来我听到厦门话说 你知道吗 因为我说 你会知道吗 我就听到厦门话 你会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上帝说你知道吗 就是上帝说我们每一个人 你知道吗 你只剩下三十九到四十天了 今天 昨天是四十天了 OK 不要再 说 哎呦 我还要准备现在做幼稚园校长呢 下一次我要做小学校长呢 再下一次我要做中学校长 那再下一次大学校长 你想的太多了吧 你真的有爱主的话 你要准备到另外一端 你的父母 你的母亲在等着 你的弟弟在等着 你的前途在等着 你在另外一端 你未来的妻子在等着你 你不要让他失望 如果你 神已经准备给你 你没有准备被提 那你这些都失去了 那神要准备给你的太太的 也没有啦 对不对 神要准备给你的先生呢 你没有准备好 也没有啦 OK 其实有一个姐妹 我很生气她 也是就是因为 我曾经看到她 有流产的baby 在另外一端 跟她谈起的时候 她根本就没有感情 你知道吗 所以然后就是说 对小孩子没有感情 问她说 你的丈夫 已经很多年了 有没有带她去教会啊 这些 没有 她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了 那她自己也没有准备被提 也不听信息 她说她是蒙福的人 你说你会不会 当然我原谅她啦 有些重要的事情 我还是先给她 我跟神说 她好像我的女儿这样 但是我真的对这种人 哎哟神啊 我很可怜她 如果被留下来 真的很可怜她 好 接下来 哎 我就听到声音 哦 对对对对 我当我听到 下门话说 然后呢 我就 我的这个 right ear right ear 就是右边的耳朵 我就听到东西掉下来 ok 轻轻地掉下来的声音 然后叫我像风吹 这样的声音 那是什么呢 神给我聪明智慧 就是说 从天下来的信息 你们当他是耳边风 有没有 如果我们当上帝 每一天的信息 都是从天而下 每一天真的被画出来的 虽然是粒粒化出来 是每一天的信息 是从天而下来的信息 我们当他是耳边风的时候 上帝怎么 上帝就说 你要准备 被留下来了 ok 没有资格上去 没有资格得到远远的福分 进入新的耶路撒人 ok 那接下来 就看到这个白色的汤王 我们家里很小很小的汤王 通常的那个 华人之朋友的那个王 比那个还小 这是家里最小的汤王 最小的汤王 我也 也不是汤王 就是人家吃甜品的吧 可以讲甜品了 那我就看到四个 四个 四个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一个是十天呢 ok 而且他是白色的 所以四乘十就是四十 我们只剩下四十天了 然后呢 我就也有看到主的手 最后的三个手指 也就是左边的手 最后三个手指给我看到 那最后三 三就是代表完了 三也可以代表三月 三月 那接下来 是看到有一个女的 有一个女的 我看到她整身 她的脚底没有看到而已 然后呢 她肚子大大 她肚子圆圆的 然后她穿的衣服 外套是金 金的颜色 然后里面也是蓝色 蓝色又有这个带子 这样在上面形成一个V V就是胜利了 胜利也就是十七 十七也就是胜利了 我们西方十七号回家 然后她是穿着短裤 肚子大大的 肚子大大就是圆满了 圆满就是说 我们已经圆满了 要回家了 然后我就听到你的声音说 耶稣 什么耶稣呢 就是主耶稣就要来 接那些准备好的新娘回家了 要记得 baby跟小孩子们 他们一定回家 不管她是不是基督徒 不管她的背景是怎样 他们原本就是从神而来 他们就要回国了 OK 主耶稣说 让这些小孩子们来 因为他们是属于天国的 好 接下来 我是这样 看到 Melania Melania 这是谁吗 就是美国上一个总统的太太 就是Donald Trump的太太 站在那边等着火车 等着火车 她的下面就看到一个方格 方格就是代表新天新地 然后字呢 有两排字出来 我只抓到前面的两个字 就是吩咐 什么吩咐呢 就是Melania的意思就是黑暗 也就是黑色 黑色黑暗 你说怎么有人 女孩子的名字叫做这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一直找只有这个答案 但是这个数字呢 是五 五就是恩典 当世界走过这个黑暗的时候 带有神的恩典 而且神也常常给我们讲 这个背体的恩典就完了 就完了 我们上去了 所以神在吩咐我们说 一定要准备背体 我们现在一定要在火车帐里面 等候主耶稣来 等火车来 那你说 哎呀那好啊 我每天吃喝晚了就好了 等着我不用准备 我自己摇摇摇摇摇摇摇 一定要准备 不要做愚昧的头腻 不够油 灯就灭了 就等不到主耶稣来 好 接下来呢 是看到 两次 两次 一次是红色的 谁说前面 很大字的 前面 什么前面呢 大家 现在我们是二月 前面的一个月是什么 就是上月了 我看到两次前面这个意象 所以现在是二月 那前面的一个月就是上月了 好 接下来是看到六点零四分 什么六点零四分呢 有可能代表时间吗 就是六点进入天国 有没有 有可能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那接下来是看到剪刀 主的手 其实他有手 一边拿着这个半透明 半透明 就是属灵上的也是一个 怎样 讲到时间 讲到月份 那他就一条 叫做什么 像什么 像 像云吞的皮 还是什么 这样 但是是半透明的 半透明的 然后主拿着一把剪刀 就把它剪 剪成两个形状 一个上面的是比较长一点的 下面比较短的 大家都知道 我们二月呢 是二十八天 上月我们只走到十七十八天 是比较短的 所以一直剪到两磅 两磅 都是一直看到剪 剪掉 剪掉 就是说只剩下这两个月 二月到三月十七十八 好 那刚才其实我有听到声音说 我在做过功课 还有帮睡帮帮 在休息的时候 我就有听到厦门话说 传 然后又听到厦门话说 大概就讲说 我们已经知道时间了 知道时间 传这个字是十一话 我们已经知道被提的日子了 好 接下来就看到一个包装 包装里面就有那个 你看我们叫做什么 Squid Squid就好像由于这样 西方人把它切成一个圆圈 一个圆圈 然后他放点面粉 这些拿去榨的那一种 所以就有一个包装里头 有几块呢 我这样看下去 能够算到的 就是七八块 但是差这一包 所以他后面那边也有的话 也就差不多十几二十 那如果算起来 那如果算起来 也就是差不多十七十八号了 好 接下来 当然一个圆圈可以代表一天 是看到一个女神 她的 她身体是 躺在这个墙壁上的 然后 她的脚 她的脚就是 她的右边的脚 就是right foot right leg 她就向后 向后那个墙壁那边 就形成一个七 形成一个七 就是说 七就是神圣的亡了 神圣的亡了 然后她手上有拿着东西 就是上件礼物吧 然后时间是 三一一 三点十一分 也就是被提 上月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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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月就神圣的亡了 好 接下来 是看到一个人 很大的在我全面 她手上拿着什么呢 她手上拿着这个摄影机 摄影机 OK 拿着摄影机 就是video camera OK video camera 也可以说是 以前人 好像做一部小小的电影 什么这样拿着的那一种 就是简单讲 就是video camera 她就手上拿着这样 video camera 什么意思呢 之前神有跟我们讲说 我们被提的时候 神是有照相的 他是有几率下来的 到时候我们就会看到 我们怎样上去了 好 在另外一端 也有电脑 也有电视 也有电话 OK 那也有好吃 非常好吃的甜品 非常好吃的粥 非常好吃的蔬菜 那些菜什么都是organic 而且橙汁特别的漂亮 我还没有尝过到另外一端的时候 只是我看到有很多orange juice 大家喜欢orange juice吗 我们都喜欢 当时小孩子就不能够喝了 喝了他们会气壮病的 因为很凉 但是到另外一端 你这个orange juice 是不会害身体的 你喝多少都不会气壮病的 人也不会生病的 好 接下来 就看刚才讲过了 看到这位老师 带着眼镜炎炎的 就是代表这个月跟下个月 然后嘴巴一直在讲话 然后讨这个字是十一话 就是背题 然后言就是说 寸就是说 就是说时间很近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准备好 回家 阿们